我們使用的蘋果手機可以說功能很強大 然後在系統方面也是沒得說 同時在蘋果手機上也有很多隱藏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都注意到了沒有 這些功能都是據某些功能上呈現的 具體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查看你的手機機帶是英特爾還是高通? 手機信號感覺不好是不是機帶問題? 現在打開關號鍵盤輸入代碼米3001-12345-米 如果出現字幕開頭為F的英文代表高通 出現M的英文則代表英特爾 現在打開你的手機,快來操作一下吧 設置手機為空號 打開設置、電話、呼叫轉移、轉移到 之後收入想呼叫轉移的電話號碼 然後點擊返回 現在查看狀態欄 如果有看到轉移圖標出現 就代表當前呼叫轉移設置成功 否則就再進行循環重設置一次即可 開啟負一屏電池顯示功能 由於蘋果手機瀏海屏的加入 在狀態欄可顯示的圖標非常緊張 很多圖標沒有足夠的地方顯示 就比如電池百分比 每次查看電量信息都要下拉通知欄 現在您可以在桌面情況下 右滑鏡附一屏 在最底部點擊邊際 將電池組件添加到上方 這樣需要查看手機電池信息 只要右滑桌面即可查看到電池的電量信息 另外它還有一個好處是 當您手機藍牙連接其他設備時 在這裡還可以看得到藍牙設備 當前所剩下的電量是多少 如何增大iPhone音量? 在煩惱你的iPhone喇叭聲音太小是嗎? 現在教你一招立馬有效果 具體打開設置、音樂、均衡器 將關閉設置為聲音 現在再返回音樂APP 再播放一首音樂 聲音效果就不同了 使用固定桌面 這功能其實非常好用 不過我們要進行以下的設置來開啟它 打開設置、通用、輔助功能 在下方找到引導式訪問 將該開關打開 然後進行設置密碼 當設置好密碼後 你只要三次按壓電源鍵 就可以啟動該功能 然後進入介面 點擊開始就完成了 需要注意的是 該功能在設置、後台、桌面屏幕中 是無法啟動的 當然需要結束時還是按壓三次第二鍵 收入密碼即可關閉它 如何一次性關閉多個卡片? 如果你搜索的卡片也已經很多 現在需要一同全部關閉 則需要長按右下方的完成按鈕 然後選擇第一項關閉全部的標籤也 使用桌面圖標批量移動 在桌面長按應用不放 然後另一隻手點選其他應用 最後就會看到所有點選的應用被點加了起來 現在在集體移動應用 到另一頁桌面操作即可完成 設置小白點添加更多快捷功能 現在打開設置、通用、輔助功能、輔助觸控、開啟該功能 之後在下方為小白點設置、單機、長按、清點兩下的快捷功能 當設置好後長按或者是雙吉他 就會啟動自己需要的快捷功能 總體來說這個小白點的可玩性還是很高的 非常實用 如何屏蔽系統自動下載? 打開蘋果自帶的SFARV瀏覽器 然後搜索屏幕上提供的這個網址 當打開這個網址之後 在這裡左滑找到屏蔽LTI更新 之後安裝描述文件 根據操作完成即可 下集了 下集完 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